这次叫老师吗 你看这个女人 老师我被抓你没血肉 你也没办法 你也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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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你们翻一下 来看一下 这是情妇打的 大街上 一个女人愤怒地 指责着另一个女人 老师 情妇等字眼 刺激着路人的耳膜 引得旁观者 行不行驻足 穿粉色衣服的女人 叫做陈梅 她口中的第三者 叫做刘丽 是当地一所中学的教师 刘丽否认无果 不堪其扰地转身 想要逃离这里 但陈梅却不依不饶 神情激动 疯狂咒骂 记者赶紧上前劝架 场面剑拔弩张 这两个女人 真的是插足 与被插足的关系吗 陈梅是主动找到记者的 她希望记者 能够帮她找到 失去联系的丈夫 陈梅和丈夫 在网上相识 5月23号 两人刚刚 迈入了婚姻的殿堂 5月28号 陈梅丈夫樊尾 就提出了离婚 这五天里 究竟发生了什么 能让这两人 走到离婚这一步呢 如今半个月过去了 无论陈梅怎么发消息 打电话 樊尾就是不回信 记者找到陈梅的时候 她脸色枯稿 深情憔悴 从信息中可以看出来 陈梅依然深爱着樊尾 她认为樊尾 跟自己离婚 并不是什么感情上的问题 而是肯定有什么苦衷 被逼无奈才下次决定 樊尾真的如陈梅 所想象的一样 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这个苦衷又是什么呢 抱着这样的疑问 记者随着陈梅 来到了两人的新居 自6月5号 陈梅离开这里之后 还是第一次回来 梅想到刚进门 便让她气急攻心 因为卧室的阳台上 竟然挂着别的女人的衣服 她愤怒地扯下那些衣服 开始翻箱倒柜地寻找 屋内的其他蛛丝马迹 陈梅猜测 这些衣服就是 樊尾前女友刘丽的 可樊尾和刘丽明明已经分手 刘丽还亲手写了分手信 如今却堂而皇之地 住进自己的婚房 这怎么能不让陈梅怒火中烧 想到离婚 可能全是因为刘丽挑唆 陈梅就无法保持冷静 她尝试和刘丽联系 但刘丽的回复 却让所有人瞠目结舌 这样挑战侮辱式的话语 直接让陈梅失去了理智 或许是为了撒气 或许是已经崩溃 她拿着刘丽留在婚房的衣服 开始四处散播刘丽的不要脸 甚至直接找到了刘丽所在的学校 面对陈梅的撒泊 刘丽学校的校长也很无奈 她也不太了解事情的经过 而且刘丽已经请假走了 不在学校 在校长的口中 我们稍微了解到了刘丽和樊尾的故事 刘丽和樊尾在07年底相识相恋 交往7年却始终没有结婚 直到今年的4月份 两人才开始有了矛盾 而那个时候 陈梅已经和樊尾在网上相恋 甚至直接在5月份的时候结了婚 照这么说来 是樊尾恋情期间出轨 陈梅才是插足他们恋情的第三者 那么樊尾和陈梅的离婚 是作为受害者的刘丽被背叛后心有不甘的报复吗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 樊尾已经明确的选择了和陈梅结婚 那么就不应该再和刘丽有所牵扯 她又为何会在5天时间里就提出了离婚 还让刘丽搬进了婚房呢 带着种种疑问 记者终于联系到了当事人刘丽 相比于陈梅的气急败坏 她显得沉稳得多 她解释自己根本就不是刘丽口中不要脸的第三者 因为她从未和樊尾分手 那封分手信是因为两人闹了脾气之后的怄气 不久两人就和好无处 可她万万没想到 樊尾直接抛弃了相恋七年的自己 转头和陈梅结了婚 刘丽还否认陈梅樊尾两人的离婚不是她叫错的 因为两人在相恋的时候 陈梅一直补贴了樊尾不少钱 既然樊尾背叛了她 那钱肯定又是要拿回来的 于是她就给了樊尾两个选择 一是要么还钱 二是要么离婚 是樊尾自己选择了离婚 既然离婚 那就是陈梅和樊尾两个人之间的事了 与她无关 可当记者问到 她为何要搬进陈梅和樊尾新居时 刘丽却不再回答 只说那房子有自己的一份 另一边陈梅得到的消息也赶了过来 刘丽不想看到陈梅 转身便想走 两人见面 气氛瞬间便剑拔弩张起来 陈梅上来就辱骂起刘丽来 两人甚至动起手来 记者慌忙阻止 但无济于事 刘丽纠缠不过 也无意纠缠 一直往楼下走 陈梅不依不饶 两人一直追到了街上 陈梅和刘丽争得面红而赤 在双方的眼中 彼此都是破坏自己幸福的第三者 两人欲吵欲凶 引得街上的行人 纷纷侧目驻足 可这样争吵 除了丢人 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出来 记者不住地劝着两个女人 陈梅也稍微冷静了一些 可还是一再坚持 要让刘丽给自己道歉 还是始终觉得 刘丽破坏了她的幸福 记者也无奈了 这样干耗着 肯定不是办法 当务之急是要找到梵伟 只有她才能理清楚这件事情 可梵伟到底去了哪里 她到底是欺骗了刘丽 还是欺骗了陈梅 还是将两个女人都骗了 可无论陈梅怎么联系梵伟 梵伟都是没有回应 无奈之下 记者只能联系刘丽 看她能不能约梵伟出来见一面 刘丽拨通了电话 看到电话被接通的那一刻 陈梅的表情一瞬间复杂起来 语气是说不出的酸涩 两个女人之间的氛围 再次见马弩张起来 两个女人再一次 为了一个男人争吵起来 可梵伟却始终避而不见 等待许久之后 刘丽和陈梅轮番打电话 可梵伟却始终跟个王八一样 就是不肯露面 记者也是气得不轻 你嫌他们吵得烦呢 那不是你造成的吗 都不要 脏话看到我血压都上来了 这特喵的是什么绝种渣男 听见这样一袭话的两个女人 不约而同的沉默了下来 她用一句话 结束了两个女人之间 所有的纠葛 留下来的却是两个女人的 尴尬和悲哀 陈梅仿佛被抽干了所有的力气 瘫倒在椅子上 流利也不再多言 她顺先打破这份沉默 说完这句话便匆匆离开 退出了这场三个人的感情 荒唐 纠葛与战场 只留下陈梅 还在一片狼藉中赶伤 她是爱梵伟的 当时为了和梵伟结婚 她不顾及刚刚去世不足百日的父亲 就跑来这里和她领了证 家里和村里人也因此对她纷纷指责 如今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五天 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 你还想挽回这段婚姻 陈梅仿佛是对梵伟所做的一切都不在意 她仍旧执意要挽回这段破碎的婚姻 第二天 记者和陈梅终于在婚房见到了梵伟 她正在更换索性 一见到陈梅 她就气急败坏地责骂 仿佛两人之间从未存在过一丝感情 陈梅到此时才终于看清这个男人的态度 她没有走出电梯 没有说一句话 心如死灰地离去 记者看不过去 反悔的态度异常坚决 她真的没有对陈梅和两人的感情 有过一丝的留恋 她认为两人的婚姻就是一个错误 和陈梅领证也是被逼无奈 若是刘丽没有和她分手 她也就不会和陈梅结婚 在她的口中 仿佛自己才是受害者 梵伟将所有的责任 推到了两个女人的身上 为了洗白自己 她甚至说出了自己会英年早逝 离婚是为了陈梅好这样的屁话出来 妈的我拳头都硬了 你要是真的为她好 为啥当初明知身体不好 还要跟人家结婚 婚后觉得人家不好 五天就离婚 你觉得婚姻就是儿戏呗 更让我血压升高的是 为什么这样的渣男 陈梅还对他爱得死去活来的 你不认为你不止 我不认为你不止 最近我经历了 我经历了这些事情 让我知道 是帮忙我知道什么叫爱之后 你感谢他给你这段爱情 是 应该说 真的是感谢他 我 单身二十多年的 我想问一句屏幕前的朋友们 这就是爱情吗 我看不懂 但我大受震撼 如果这就是爱情 那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碰 前辈的手中摩擦着两张火车票 一张是5月19日来结婚的幸福衣食 一张是6月5日的狼狈离场 短短15天承载了一个女人 对于爱情的憧憬和绝望 看到这儿 我的血压已经冲破头脑了 三个人先不论感情中的先来后到 谁是谁非 就单论人品 这种绝世渣男必遭报言 爱情 人类永恒的追求和稀迹 不应该被这样侮辱 爱情应该是相见时的悸动与羞涩 相处中的安心与温暖 扶持中的信任与感动 离别时的不舍与思念 爱情可以有误会 有波澜 有不得已 有言不由衷 有不得结果的遗憾 有一代见宽中不悔 有曾经沧海难为水 有你若无情我便修 有死生气阔与子成说 却绝对不会是视频中这种状态 三个人在欺骗与背欺骗中反复拉扯 没有尊严 没有道德 也没有底线 公方人套